来关心经济方面的消息 各位官警察教特教分教 六亚中科联合所 23号半月11点57分 协保一亿控报案 之前阿里山县六亚社区 有压称供学的证书 协保之后立即派称 原警整容处理 警方告知了解 是六亚社区一后面帖 因为青年过失百日 对手的骨灰 跟着生怀在处理里面的饮酒 隔壁亲家武姓显环 带着幽林周姓显环 前翁做回来饮小酒 酒员当中无限离食 家族行团各地丢现 今天是跟酒店主书骨灰 无欢迎外人参加 母恒回来后 知道感觉幽林输入是心心不满 所以就当于处理 拿着多多的六層 在处理外面来对抗民情 酒员也等于自己的处理 替空气动力床来作试 空调的意图是很明显 让被害人跟酒行园 心心未辜 无欢迎在对抗民情之后 将多多的六層 老客户离开 只有酒员一个人在中 主题分局热野中和联合所 于112年9月23日23时57分 接后报案称 阿里山乡热野社区有持枪恐吓情势 警方获报立即前往处理 到场了解系热野社区 一户民宅因亲人过世百日追思聚会 家族成员在屋内饮酒 隔壁亲戚五姓嫌犯 带同友人周姓嫌犯 一同前往饮宴 酒宴中五姓感觉朋友瘦如 心生不满回家拿土制裂枪 在屋外对空鸣枪 朋友亦反为自己自处 取出空气动力枪注视 恐吓一位明显 警方到场控制局面后 巡线查扣一把土制裂枪 一把空气动力枪 铅弹七颗 喜德丁火药十五颗 钢株四十二颗 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恐吓罪 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警方呼吁民众具原住民身份 可依法向主管机关申请裂枪执照 不可自视身份 而违法永枪自重 以身司法得不偿失 警方到场控制住民 当场就代报状态 插口一支土制裂枪 一支空气动力枪 千丹七颗 目前在清佑的整款下 也自行到暗 并且当于警方到处的地方来搜射 也搜出喜德丁 十五颗 更足四十二颗 目前虽然是有原住民的身份 并且持有自己做的拉签 但是没有合法行判 如果请请教这条 中的丁佛主管机关来采法 并且也设计违法 浸泡担忧 倒海关键条列 行判空后锥丁丁 所以也以法 以上加以地减速来进班 世心是文正义生 你三乡彩虹不得 在整个嘉义线的农产品行销上 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 在县政府跟所谓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的密码 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消费 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嘉义优先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 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 请不吝点赞